第四百一十六集 这还是一个人类能够做到的吗? 我感到了震惊,第一次我感觉神力这个词真正用对了地方,小男孩确实天赋异禀到了极致。 而一旁观战的众人此刻眼睛都知道了,他们震惊的是,我居然可以坚持到现在。 还把小男孩逼成了如今狼狈的模样,他们之前不少人可是亲身体会过小男孩的力量的,明白这小子力量的恐怖。 我知道不能再磨叽了,否则一会儿等符文力量耗尽,我甚至可能会被小男孩的力量掰断胳膊。 最后,我低喝了一声,把来自风车的力量全部用到左胳膊上。 下一刻,我只感觉自己的身体里似乎有某种力量炸开了,左胳膊充满了力量,猛的用力一下就将小男孩的胳膊按到了木桌上。 同时,就听义生讲,木桌也被我这一下用力摁的粉碎,小男孩整个人直接被我带到地上摔在地,发出了一声闷响。 而围观的人群彻底都安静了,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我,不明白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他们也是在这儿围观了许久,见识到小男孩的怪力,可偏偏这样的小男孩居然被我步出几分钟就完败了,这换谁能不感到震惊呢? 我这时感觉手上力量开始如潮水般的褪去,身子像是虚脱了一般,没了力气,但我还是强撑着把小男孩给扶了起来,而后挤出一个笑容,说 你还好吗?小男孩摆摆摆手,说自己没事,而后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,片刻他说道 你赢的,是想让我帮你捞尸吗?我摇摇头吗?低声说现在人多,不方便,等天黑,我再来找你。 转,我转身就走,外面围观的人群自动给我让出一条道路了,一个个看我的眼神里都多了几分敬佩,这就是力量带来的好处。 而我之所以急急这么离开,实在是用完这个符文之后对我身体投资太大了,我只感觉现在走路都费劲儿。 摇摇摇晃晃晃,远离了这里之后,我找了一个人家,给了点钱就住了进去。 我一头倒在床上,只感觉天旋地转,困意袭来,闭着眼睛就睡着了。 当我醒来的时候,已经是夕阳西下了,我走出小屋,身子已经恢复了大半,正常动作已经没问题了。 来到小男孩家,此时屋门紧闭,外面已经没有人,我走过去敲了敲门,屋门被打开。 小男孩站在屋内冲我招了招手,示意我进去说话。 小屋不大,就正常几个家去,小男孩坐在床上对我说道。 我叫李两华,是当代最后一位黄河捞尸人,我很敬重你的实力,你说吧,有什么是需要我帮忙的? 我笑着说道。 我想要淬炼身体,你应该有办法吧。 李两华一愣,你的力量比我居然还强,还要淬炼身体。 我笑着摇了摇头,说,掰赢你,是全靠我的投机取巧罢了。